我想說作為一個主席 是不應該評論或者再出一些回應 就議員的發言內容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失卻了作為主席 中立地去主持會議 因為主席只能夠對議程的程序上 作出表示一個處理 但是議員的內容 除非他真的離題或者什麼的話 你才可以說 特別是說得很清楚 說我不贊成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更加不可以 因為主席 你不可以拿到那個機會 去說話 因為你的機會常常都有 每個議員都可以說不同意 就變成你壟斷了整個會議 這個我覺得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希望不可以再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我希望是這樣 而第二點就是 中止有關這個文件 其實我完全很同意 因為這個瓦頭巷我絕對不贊成 因為正如有毛泡政議員所說 雖然是有48億就先放在那裏 但動用了12億 12億真的是不少錢 因為最近有一幫患有病患者 在那裏都很多人命來的 如果能夠拿這12億去救他們的話 都救了不少人命 真正來說 但很可惜我們政府就是寧死不救 不理這幫病患者 而是說要發展我們的經濟 其實發展經濟有很多種的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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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這方面在文件裏面 第三項的醫行裏更加強調了 他說現在是中國要搞瓦頭巷 現在我們香港可以參與成員之一 體現到一國兩制 如果這樣叫做一國兩制很大制 我覺得大家可以讓我們中國容許去香港 去參加這個瓦頭巷就叫做一國兩制 如果這樣的話 一國兩制就很貶低了 一國兩制不是這個意思 一國兩制有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香港的社會經濟模式 和政治經濟模式 是和國內不同 和一個國家是否有兩種體制 這種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於我們可否參與就叫做一國兩制 這不是這樣理解 如果這樣理解的話 難怪我們今天香港的法治 我們那個無論是政治體制等等 似乎越整越一國化 沒有兩制 因為原來我們看兩制不是看這方面的 是看其他方面的 是看經濟參與的 刘仲賢議員 曉iają議員 三文中 曉 сим 曉耀議員 主席